漫漫 花工 酒工 花工 哈囉我是露娜 我們現在要去ExFak的路上 對 發現一家Seven旁邊還有恐龍 而且那恐龍摸起來是軟軟的 那我們為什麼會選今天去呢 是因為之前暑假 水族館實在太多人去了 然後我們也訂不到票 所以我們就是選在今天去開箱and start 那在水族館旁邊有一間飯店 好像也是以海洋為主題的旅館 看一下蠻漂亮的 我們到了 我們已經在網路上面購票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找路口 我們剛剛是從飯店裡面穿進來的 那因為我們買的票是晚上六點鐘 然後我們現在人已經到這邊了 我們就先在水族館的附近逛逛 然後吃點東西 等待六點鐘的時間 那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買票盡量在網路上面購買 現場幾乎是買不到票的 所以建議大家上KK Day去購買票 然後在KK Day購買票 它可以六點錢取消購票 那這邊星光影城跟商爐 還有X Park都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大家要到二樓來路程 因為我們剛剛有點找不到 在一樓找不到路口 蠻多 賣蠻多東西的耶 哇 小朋友的最愛 恐龍耶 好可愛喔 我今天一直碰到恐龍 哇這邊都是吃的 來換一下來換一下 還有咖啡 甜甜圈 我們必須要找一個地方坐下來對不對 太多吃的了吧 太多吃了吧 吃冰淇淋喔 今天要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每日小光線 切牛排的肉片想吃 對 它會把我們當天切出來 最漂亮的牛排想吃出來 如果喜歡的話 稍後都可以過來做 它隨便到那裡去看 我們會來看我們的 即食廚的麵包 然後配布的公布會配奶油 謝謝 謝謝 哇 看起來好好吃 謝謝 看一下我的眼鏡 我最近就是看那個流氓的影片 然後被這個眼鏡燒了死去回來 所以我就跟流氓一樣選了兩隻 剛到貨 好看嗎 我要切開囉 嗯 看起來非常的軟嫩 超邪惡的食物 好嫩 好貼 我要把它剋光了 飯吃夠 嗯 好好吃喔 好 我們現在在等待6點鐘 進去水族館 那我們等待的同時 發現了一家很好吃的菜 就是這一家 非常推薦的 它的牛排很好吃喔 然後我們發現旁邊有星光影城 然後星光影城它有一個影廳叫BUN 然後它裡面的影集有AWSON暗的影集 然後還有五星級的床主 是可以躺下來看電影的 所以我們打算今天的行程安排 就是水族館完了之後 然後我們要去體驗一下高級電影院的感覺 星光影城它有分一般的影廳票價 一個人的話是300塊全票 然後比較高級的像FOX的影廳票價是一個人就要800塊 對 然後它又有分有按摩椅跟床的票價 那雙人票價是1600塊 然後我覺得這個商店的規劃非常好 因為它旁邊有一個華泰outlet 就是可以買一些精品 都是有很大的折扣 不管是台灣的北中南部的朋友 想要旅遊啊 想找地方走走逛逛啊 這邊都是超推薦的 國外的朋友等疫情過去之後 也可以來台灣這個地方玩 也是超推薦的 我們終於要進去了 等很久 開幕的時候我就想來了 它需要量體溫然後再拿去跳 人還是非常非常多 哇 這是我們的路口 看起來是投影 以前有養過這個魚 好可愛 好可愛喔 我看到一個超大 超大隻 哇 好漂亮喔 大家都非常非常激動 你看有大魚 多大有點誇張耶 這個剛剛對他們來講 會不會有點太小了 會不會有點太小了 好可愛喔 還有小臭魚 Nemo 哇好大 超魚 好大一片喔 好可愛喔 你看囉 怎麼這麼大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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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人非常多 要拍一張照片都有點困難 本來想說暑假應該沒那麼多人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她在看著我們笑 有兩隻 三隻 她在笑 她還有項鍊耶 我們現在到了雨林探險區 走吧 好可愛喔 她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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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世界上最大體型的螃蟹 她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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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拍這個水母區 對 但是實在太長了 我一點都不想拍 然後這邊就是很多這樣子的水母的區域 可以讓大家拍照 然後還會有一些光線 然後地板還有一些頭色的燈 然後看起來是有一些花 感覺像是春夏秋冬不同的變化 然後會隨著光線啊 跟頭色而做改變 我們要來看企鵝了 終於到這邊企鵝區企鵝區喔 哇 好溫馨喔 好可愛喔 他們在游泳 好可愛喔 肥子姿 肥子姿 這邊還有一隻 他們感覺蠻開心的 趕快過來 好可愛耶 可以摸到就好了 哇 它好多隻 三隻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我們喔 很想被拍照喔 這隻 好喔 這隻很可愛 想被拍照的感覺 你看 趕快拍它 趕快拍它 它這邊有個企鵝咖啡 在這邊點咖啡啊 可以 會有企鵝從那邊游來游去 但是目前沒有半隻企鵝就對了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要開箱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雪珠館 然後再來就是星光影城的豪華電影院 那因為我們的麥克風已經沒電了 所以星光影城的部分我們就是補一些漂亮的畫面 然後還有星光影城的設施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們下次見 訂閱 訂閱 字幕先津 然後這邊的 你看它是廚房 然後還有給你貝貝 然後你看它這邊是 無線的充電 你看手機可以放到這邊 它在充電了 然後進來的時候 來鋪在兩個這個 好像是歐洲開始洗澡 為什麼 看完電影要去洗澡 大餐點 它說餐點等一下會送過來 是不是看起來很好玩